不少中国网友将日方舰机称为辽宁舰御用摄影师 我们认为这个摄影师不要也罢 辽宁舰的训练活动完全合情合理合法 无可指振 日方如此关注是有些小心机的 恐怕是想通过炒作中国军队行动来刷存在感 为自身谋求军事扩张制造借口 我们对此坚决反对 我要指出日方的近距离跟踪干扰活动是非常危险的 即引发误解误判和海空意外事件 日方所为既不利于双方互信 也对双方舰机和人员安全构成了严重危险 中方要求日方停止一切毫无意义的干扰活动 以实际行动维护双边关系和地区和平稳定 中方要求军事扩权 美方言论一如既往 体现出浓浓的冷战思维 霸权心态 和面对中国和平崛起的焦虑 美方的用词 不论是霸凌行为 还是破坏国际规则与秩序 我看字字句句 说的都是美国自己 说到国际关系中的霸凌行为 美方是当之无愧的 始作俑者和极大成长 说到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美国是全球公认的规则破坏者 众所周知 美国最喜欢拿规则说是 但最不把规则当回是的国家 恰恰就是美国 美方对国际法和国际规则 合则用不合则弃 近年来曾陆续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 中岛条约 开放天空条约等 充分展示了其自私和虚伪的面目 在这个问题上 最没有资格指责他国的就是美国 我们要求美方停止将家法帮规 包装成国际规则 推行美式霸权秩序的错误做法 客观理性地接受中国的和平发展 这有利于中美关系 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 病毒共存的话当然必须要配套 所以用旺旺水神来防疫 有效能够保护您 保护自己 保护家人 防疫不能等 请赶快上快点 买的时候记得输入 向下的推荐代码 CTI666 CTI666 希望大家做好防疫 请不吝点赞订阅